最近剧多的都让人看不过来了,八月国产红豆剧家堆,九月没剧球季当上线,各大些老剧强势回归,包括但不限于我们这一天第三季,马南第五季,美口第八季,五尺之徒第九季,但下面将在这中间的一部音剧,相遇必须要推,贴身保镖,bodyguard, 这是近期唯一一部双百高分剧,辣番茄新鲜度100%,观众满意度100%,end评分8.6,豆瓣评分8.5,目前更新至第三季,预测评分仍会上涨,因为确实是一级比一级好看。 当然了,评分再高,也只是参考,真的好看才是王道,搞分蜡锯的糟心事,大家怕也是遇到过不少,但贴身保镖绝不在其中,俊如其名,故事围绕一位保镖及其雇主之间的关系展开。 到了巴德,一名退伍老兵,他在隐瞒了自己的创伤后应激障碍,就职于伦敦刑署,负责为政治要员当保镖,因为在一次反恐行动中表现出色,他被提升成为内政大臣朱利亚蒙塔谷的贴身保镖。 朱利亚是当下英国政坛最热门的政治人物,未来首相的有力竞盯者之一。 两位男女主演大家想必都很脸熟,巴德的扮演着理查德·麦登,相遇也是经过几个镜头的确认后,才敢相信这竟然,真的是罗伯史塔克,我们任期时间最短,死状最热心的北京之王,以及灰姑娘中那位隐无数叮当猫尖叫的高突王子。 他过往的角色倒都是清秀可人的,没想到在贴身保镖中风格大变,成了五大三粗的苏格兰版巨石强森,而朱利亚的扮演者凯利霍威,则是德雷尔一家中的母亲,今年三月份刚更新了第三季。 说起来凯利霍威也是一位高分剧体质的演员,她主演的《德雷尔一集》,终于恋在肩,失踪,已参演的九号密室,评价都在九分以上,步步是精品。 在贴身保镖中,凯利亚一个曾经慈眉善目,坚强隐热的母亲形象,转变为城府极深,决决果断的官僚政客。 保镖和政客,看似是两个摩擦不出火花的身份。 在绝大多数的影视剧作品中,保镖确实往往只是四肢发达,头脑简单的炮灰,但就像宫斗剧中贴身压宽摩摩总是最能作妖一样,保镖作为长时间伴随政客身边的人,其实也有很多的发挥空间。 表面上巴德完全服从于朱利亚,每天例行公式的进行安保工作,但一回到家,他对朱利亚的仇恨情绪,就会开始止不住的蔓延。 巴德曾在中东地区服役十年,他目睹了当地无数无辜平民葬身于战争,也亲眼见到并肩作战的战友,在自己的身边炸成碎片。 即使是回到英国的幸存者,也都因严重的此地再也无法融入正常的生活。 巴德因此跟妻子和孩子们分居,曾与西域战友的会面中,他说了一句非常关键的台词, 如果你有机会站在派我们去打仗的,那些混蛋身边,你会闭上眼睛,扣下扳机。 而巴德现在的保镖工作,恰恰就提供了取家的机会。 如果朱利亚是反战的自由主义者倒也还好,但偏偏他又是激进的保守派,曾大力支持军方入驻中东。 对于近年来频发的恐怖主义,他的态度是扩大国安局的权力,加强对民众的监管和领导。 他曾说,我们无需为过去道歉,光这一句话,就足以激怒巴德们。 都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,那么最安全的人物,也可能变成最危险的人物。 巴德是朱利亚的保护者,但同时也是最容易杀死他的人,所以看剧的时候相遇全程都悬着心,因为你总担心,会不会某一刻巴德突然情绪发作,就朝朱利亚的脑门上来一枪。 巴德和朱利亚的复杂关系还不仅限于此,从第二集开始,他们发生了不符合道德舆论,与职业操守的肉体关系。 要说明一句,看起来就是爽,以及能顶人家连载长剧五级的量,换算惩罚住水国产剧,那更是事迹在网上。 所以用相爱相杀,来形容男女主人公,的关系实在适合不过了。 政客既需要保镖保证自己的人身的安全,又仍对他怀有顾虑,保镖的工作是保护政客,但他内心却又有着想要杀死政客的愤怒,他们立场不同。 价值观不同,明明应当是仇敌,却因为无量的情绪关系随到了一起。 但观众又说不清,两人对于这段肉体关系,又是持怎样的态度,是博取对方信任的障眼法。 美人计美男计,是一种享受还是一种复仇? 如果说一般的句是开头或结尾设计悬念吊人为口,那么贴身保镖,可以说从头到尾都是悬念。 除了男女主的主线关系之外,各方势力间的政治斗争,也是本局的堪定之一。 自恐怖袭击之后,朱利亚主将增强国安局的势力,而这一做法无疑是在打他原本负责此的伦敦警署。 警方负责人对于朱利亚私下会见国安局的行为也非常不满,因此要挟巴德作为警方的眼线,监听朱利亚与国安局的谈话。 国安局为了干显自己的实力给朱利亚,找来了首相的黑材料,但朱利亚实在不知会国安局的情况下秘密会见首相,以黑材料要挟首相内定自己未进任者。 国安局对于朱利亚的自作主张也非常生气,而本身与朱利亚证件相组的反对派,在听闻朱利亚将成为下一任首相的消息后也将采取行动,各邦势力暗中较劲,勾心斗角的程度,丝毫不亚于任何一部攻斗剧。 在最新的第三集中,朱利亚在大学演讲,是遭遇炸弹袭击,这一事件将所有的悬念推向高潮,到底谁开始幕后,黑手,国安局,伦敦警署,反对倒台,都有动机制朱利亚与死地。 称赫政客的退伍老兵已经进行过一次刺杀威碎,仿不及有同谋继续第二场。 巴德,这个立场仍不明朗的关键人物,似乎也暗藏心机,也或者如官官所言,是恐怖主义分子的又一次行动。 还是朱利亚为了获得更大排面的竞选胜算,而自导自演了一场苦肉计。 各种猜测在讨论区已经炸了锅,网友们纷纷刻南福尔摩斯上身,在各种角落里寻找蛛丝马迹,想要提前日之答案。 但真想,只有下一集的编剧知道,大家可能也会疑惑,不是才第三集吗? 怎么就已经全剧高潮了呢?相遇讲一个鬼故事,全剧只有六集,第四,五集抽丝剥剪揭露真相,第六集就可以完结洒话了。 这部剧最好看的地方就在于,你根本猜不到剧情接下来的走向,每一个悬念的解开都扣上了另一个更大的悬念。 在有限的视角内,你能看到的只有表象的和平,但无法猜透每个人的内心,谁是好人,谁是坏人,有没有所谓的好人或坏人。 上午还在给你抛茶的助理,下午就可能着急着爆料说,你是反社会人格。 今天还在表中心的属下,明星可能就设了个圈套让你忙里翘,刚刚还在不惜为你挡子弹的保镖,下一刻或许就会举枪将你杀死。 而那些高举着打倒恐怖主义大旗的政客们,想要维护的到底是谁的利益? 他们想要的是和平,还是无限的权利。 借用每日镜像的一则评论所说,我只能说我已经不相信任何人了,而这正是你想要的惊悚片。 喜欢这篇文章的人也喜欢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